群体的各位朋友大家中午好 今天我们迎来了2020年的端午节 今天是2020年6月25日 星期四按照中国人的习俗 是个很重要的节日 祝各位节日安康 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 B式的动静比较大 什么节骨眼呢 就是说还有整整一周 我们说我们关注的一个焦点之一 也是一只重要的靴子 普拉斯特克那个陈波等六人 涉嫌CX案件将进行审理 那么这段时间呢 普拉斯特克的币的动静非常大 非常大啊 尤其是昨天下午啊 我们这个以太坊的规矩地址上的78.9534枚啊 发生了整体的转移啊 换了一个地址之后 接着就分拆成了50多个小地址 同时呢 这个比特币啊 也有很大的动静 跟他形成呼应的呢 就是整个数字货币市场啊 又是血流成河 惨不忍睹啊 就是暴跌 再暴跌 再暴跌 因为呢 有人又用这个做文章了啊 我们看到今天早晨 居然是这个大名鼎鼎的北京炼安 我们说炼安呢 纯属晚节不保 有两家国内的公司 一个叫北京炼安 一个叫派顿啊 就配个线的 一直在啊 跟踪我们普拉索肯币的动静啊 也不断的在媒体上进行披露 开头呢 这个炼安语措辞是比较中肯的 但是他从2020年3月6日那篇报道 开始就开始带节奏了 是吧 他会加一些形容词 加一些有想象空间的啊 说什么 涉案资金啊 跑路资金啊 这样的 而且那篇报的直接就说啊 要进行混淆洗币 那么今天又来了一出 今天他说的78点 78万多以太坊转移之后 有3.5万枚以太坊进入混毙什么过程啊 进入混毙洗什么洗钱套现啊 那么个说法啊 你没有感觉这是个笑话吗 啊 我们有78万9534枚的以太坊 没有动 拿出其中的3.5万枚要去跑路啊 而且这整整在跑了一年之后 还说人家跑路 是吧 有些人不要脸啊 就就破冠破摔啊 就不要脸到底了啊 北京涟案是这个情况 那正好跟他形成对比的是一个叫TokenView啊 那也是个数据监测公司 昨天呢 披露了我们这个78.9千534枚以太坊啊 我们大家都共同的发现啊 他没有带任何的形容词啊 就客观描述啊 就是Platon的这个以太坊啊 发生了转移怎么的 然后这些B圈媒体啊 也就直接援引啊 转载啊 没有也没有加任何的想象的词语啊 因为他们也觉得 我希望是他们觉得这一年了再这么扯淡啊 真的要闹笑话了 是吧 这个是对他们是个笑话啊 对我们是个神话 但是这个媒体呢 他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啊 很多不良媒体 尤其是B圈的媒体啊 他就会配合这些庄家 在市场上制造舆论啊 帮助庄家进行影响市场的活动 呃 对Platon的带节奏的报道啊 我们 19年的11月份也见识过啊 8月份也见识过 8月24号那次见识过 哎 就说首先发出个报道 Platon 几千枚啊 几万枚什么什么币跑路了啊 转移了等等等等 然后同时你会发现币价大跌 对不对 然后跌完之后 他说哎呦 他没跑路 哎呀 还在啊 这次都不说了 我们上次3月6号那次说完之后 不是有了个3月13号的学习吗 那次Plus确实砸了5000枚比特币啊 那个有失垂证据 这次呢 以太坊啊 不存在跑路的可能 那么以这个比特币啊 绝对是有砸盘的动作的 而因为从昨天 哎 你几乎可以从从前天下午 比特币几千几千的啊 要么从那到交易所 几乎都是进入交易所的 然后你就看了币价开始跌 啊 我们说对于Plus Token这样的持币大户啊 配合庄家砸盘是自己的一个规范动作 就说是就像索罗斯一样吧 啊 大庄家筹码多的主要靠砸盘来挣钱啊 但是你不用担心啊 他会跑路啊 呃 更不用担心 这时候是什么套现啊 没有人蠢到在一万二一万一一万九千都不跑 跑到哎 这么一点了 一年多了啊 他要掏线啊 跑路啊 这个 这本身就是一种笑话 这是很无知的笑话啊 我们昨天跟大家讲过啊 那个叫 Tim Draper啊 那是币圈的元老级的人物啊 如果币圈要搬至头数十个人 他在里边 数五个人呢 他也在里边 因为他是一个原教旨的比特币的信仰者 他把自己的所有资产变卖了 全部持有比特币 他最著名的一个典故 就是一四年还一五年啊 这个美国联邦调查局查获了一批比特币啊 呃 当时六百多就拍卖啊 他是以六百多美元一枚的买了三万枚啊 其中有两万九千五百多枚啊 一直在plus token跟plus token相关的地址上啊 而且一直在进行着这种我们说是搬砖也好什么的动作啊 一直在动静的 那么他的儿子就是那个空贝斯交易所的股东啊 创始人之一啊 我们姚博士也经常跟他说 他在美国用的一个交易所叫空贝斯啊 最近呢呃空贝斯要在美国上市 所以也引得这个币圈也有很多不稳定的现象 呃有时候借这个话题炒一把 有时候说好 有时候会把这个行情搞得七上八下的啊 你就知道我们说的这种大佬啊 就是plus token幕后大佬之一啊 对不对 我们在知二知恩都不敢知了有的人 所以说这快一年的时候啊 我觉得我们plus token的用户啊 对这种报道啊 对也是司空见惯 对我们B的动作也是习以为常啊 呃 我们在此 应该说最后一次重温这个著名的老段子啊 我看很多人都已经知道了啊 我以前讲过一两次啊 就是说这个啊 拿破仑的故事 给大家念一遍啊 当年拿破仑复辟的时候 巴黎一家报纸的报道啊 这标题是这样的 第一个消息啊 来自科西家的怪物在如安港登陆啊 那时候你看拿破仑被人成为一个怪物 然后过了几天 让拿破仑也是所向披靡啊 拿破仑也是著名的战神之一啊 然后他报纸又开始报道了 不可明说的痴人魔王向glass逼近啊 又过几天呢 拿破仑又打了几个肾仗 报纸上就报道啊 第三个消息 卑鄙无耻的窃国大道进入格尔诺贝尔啊 还说他是窃国大道 第四个消息啊 拿破仑波拉玛占领里昂啊 这个就你看跟前面一样了 也不喊人家卑鄙无耻的窃国大道了 也不说是痴人魔王了 也不说什么科西家怪物了啊 就像我们plus的昨天这个报道呢 也不说你是庞氏骗局了 也不说你是跑路资金盘了 连涉案都不说了啊 就说你普拉斯托可能被动了 这多好呢 是不是老老实实的做个报道很难吗 是不是啊 这第四个消息的第五个消息 他说的是拿破仑将军接近风丹白露 你看从一个怪物就变成将军了 第六篇报道啊 第六个消息就开始了啊 至高无上的皇帝陛下与今日抵达自己忠实的巴黎 我呸啊 你说这就是媒体的嘴脸啊 呃 这还是两百年前啊 这两百过两百年过完了啊 这人类在这方面一点长进都没有 而且更加卑鄙无耻下流了 尤其是这些做媒体的啊 因为媒体的生存方式就是要卑鄙无耻下流 造谣抹黑攻击 呃 我们知道有个著名的媒体大亨叫莫多克啊 莫多克可能一般人也不关心他啊 我二十年前我也曾经哎呀 想进入这个行业 当时中国最早的一本书莫多克传 我看了好几遍呢 后来发现我们国情不允许干这种生意啊 当时呢 世界上有两个媒体大亨 一个叫莫多克 一个马克斯威尔 马克斯威尔在土耳其游泳的时候 就淹死了啊 然后就剩下一个媒体大亨 我们老百姓知道莫多克就是因为有个邓温迪 哈哈 因为有一个传奇的女士邓温迪啊 邓温迪的故事我们后面可以讲啊 我以前也提醒过大家啊 邓温迪这个人身份很可疑啊 你你撩一个莫多克倒也罢了 结果后来还有布莱尔啊 后来是普京啊 这人是迄今为止啊 无敌之杀手啊 以其日渐衰老的容貌和年纪 而且战斗力不顺于任何一个 就是人家平的智商 而这种智商是哪里来的呢 我们一直怀疑他背后有神秘的力量 而且这个神秘的有个教练啊 而这个神秘的教练可能培养了一个叫 圆圆的女士啊 与18年 又也 上去传奇的 把我们的陈伯同志 逛到一个叫瓦努阿托的地方啊 在那里领取了结婚手续啊 这个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他叫圆圆 OK 然后他在瓦努阿托的护照上 他叫圆圆城啊 这个大家都懂 很多国家有习俗 结婚之后要冠以夫妻 对不对 他当时已经是红通的第五个年头了啊 好 这个就有点八卦了 就不扯了 总而言之呢 媒体是一举无耻的 我刚才说莫多克怎么扯那么多 莫多克他在20多岁开始做媒体的时候 就说了老百姓绝对不会关心真相的 他们关心的就是八卦 所以他在澳大利亚 他最早办的叫太阳报嘛 就在那里街头小报 人家喜欢谈论什么 他就给你弄 标题全是索隆听闻的 然后就就靠这一招就成了世界 number one 的啊 媒体大横 他后来又办了电视台是吧 后来他最后一次失败就是 搞这个互联网这波 就在传统世界啊 电视和报纸的时代 他几乎可以称霸全球 因为呢 呃 媒体不光是一种生意啊 媒体被某些啊 公之类的语言或者比较天真的认为啊 媒体是西方人啊 自吹的啊 说媒体是第四种力量是吧 哎 我们知道第一种量是军队第二种是权力第三种是财富 第四种是媒体因为媒体可以吹牛逼造谣抹黑攻击对吧 我们看到这个小报媒体 你再看看股市的媒体对吧 股市和币市这些涉嫌的钱的媒体 他都是为自己背后的老板服务的啊 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啊 媒体是靠什么生活靠广告费 广告费怎么来 靠关注度 关注度怎么来 就这些 吹牛逼造谣污蔑所人听闻八卦 对不对 谁去关心真相呢 所以说我们plus token到今天为止啊 大家终于有点长进了啊 再也不用看了媒体今天说你这样明天说你这样 他说就说去吧啊 他就在说一个笑话 而我们在做的是一个神话 他是看不懂的 他看懂了也不可能来顺着我们说的 因为我们不会给他一分钱的广告费 对不对 到了互联网时代 莫多克就除了闹了这个惊天动地的大绯闻啊 就是跟我们的邓文迪女士闹了几年的绯闻 损失不算大 但是啊给他北京弄了他四个月啊 也就一两个月啊 就完事了 呃 莫多克呢 当时在全世界可以是呼风唤雨啊 因为那个媒体你控制了媒体啊 就可以控制舆论啊 现在马云同志也收购了新加坡的一家报纸叫南华早报啊 南华早报里面曾经报道过一个疑似 普拉托肯 大佬的公主的故事啊 我们就按下不表 这个就不敢扒了啊 我们这个大佬非常大啊 非常大啊 呃 说呢 莫多克 为什么走下坡路呢 就是刚有互联网的时候 在九几年的时候 啊 因为互联网呢 他就可以自己网上发消息了啊 开头也有人把互联网啊 当做媒体 我们国内也好 美国也好 最早的都叫这门户网站嘛 但是他如果搜索引擎 后来吸引关注拉广告 然后开始做新闻 莫多克就 因为他做媒体 他天生的敏感 他就打电话问比尔盖茨 说老盖同志啊 你说这个东西有没有前途啊 比尔盖茨说那没什么知识含量 没什么技术含量 没不好玩 然后这傻逼就被比尔盖茨忽悠了啊 就没有投资 他本来可以 以他自己的资源啊 能力啊 各方面的 他当时可以成为比孙正义更牛逼的人啊 他错过了这次机会啊 这也就是由于一个神话也活成了个笑话 不过这个笑话程度比较低 说去神话嘛 我们觉得应该今天有必要提一下一个叫黄光玉的人啊 就是国美董事长黄光玉啊 这个人非常传奇啊 他传奇 他的动静也比较大 他是似乎应该是昨天啊 刑满释放 他被判了14年啊 14年啊 可能有两年减刑的到昨天正好啊 他是08年入狱的 我说去国美可能每一个城市啊 我们这个18线城市都有两三家国美了 对不对 嗯 他是个连锁的电器经营啊 从事电器为主的 传奇在哪呢 这个黄光玉是个潮州人啊 好像是72年和74年的人 他是在167岁啊 就初中文化啊 从潮汕离开家乡 在北京摆地摊 卖他们潮汕地区 当时潮汕沿海啊 走私电器 卖了一点之后 开个小门脸啊 就叫国美电器 然后慢慢居然就把生意越做越红火 因为在他那个年代啊 做电器的卖电视机的太多太多了 每条街都有啊 赚了钱又赔了钱 牛逼的人就在于他把这个生意就越做越大 别跟他同期的人都死掉了 他壮大了啊 他后来在北京啊 在各地也涉足房地产业务 他的在北京萧云路有叫彭润大厦 前仍然是北京最豪华的写字楼之一啊 啊 因为他叫彭润就引起了某些八卦人士的联想 彭润啊 彭当代以为是某彭 在某彭的认则之下 帮助他发展壮大 所以为什么民间喜欢吃这个瓜呢 对不对 而且某彭同志已经去世了 这个也不能生疤啊 总而言之啊 潮汕人吃苦耐劳 还有这个智慧 再一个他的起点非常低啊 真的摆地他出众文化 这是一个 再一个呢 他在入狱之后 他入狱呢 是个是坐实的 不存在什么冤案的啊 他就有涉嫌操纵股价 涉嫌挪用资金 然后就判十四年之后呢 他的二把手叫陈晓 陈晓也曾经是个连锁电器经营店的一个老板 上海人 而且这个人呢 很有臣服 也很有能力 他被黄光玉收购之后 因为两个当时是竞争对手 黄光玉在上海做国美 一直做不开 有这个竞争对手 后来他就花重金 就把整个把陈晓的公司拿下来 然后让陈晓当二把手 他买了两个买把盒 一个给陈晓一个自己做 结果陈晓这人呢 就是很也很聪明啊 陈晓在股权上要做文章啊 因为他发起了管理层收购 因为他发现 黄光玉进去了 对不对 这公司的经营就由陈晓说了算 他就想搞个中层持股人 中层干部一人掏点钱 然后每个人买点国美的股票 就股份就会比黄光玉多啊 结果这又是这个家族最传奇的地方 就是皇室的国美的娘子军出来了啊 一开始媒体上一直报道 他的夫人叫杜娟啊 杜娟是个北京女生啊 北京科学大学毕业的啊 现在我们知道他们家娘子军团的 不不但有他老婆 还有他妹妹 还有他的妈妈啊 一个老太太都是没什么文化 除了他老婆也带文化 这三个女人啊 活生生的凑签 就把陈晓这些啊 外来者赶出局 然后牢牢的把国美把持在手里 而且这十几年 在黄光玉不在的岁月里 把国美既然发展壮大啊 这个作为一个企业啊 作为一个人生 我觉得都是可圈可点的啊 我们不去羡慕他是什么 他曾经中国首富啊 什么什么你要从他的经历中 尤其是啊 在里面关了十几年啊 关了十几年 我们普拉斯托克才关了 还不到一周年 很多人开头就熬不住了 现在还熬不住了 也许明天又熬不住了 你跟人家这比一比 是不是太low了啊 会不会自残行贿啊 同志们 很多普拉斯托克的用户啊 起点都比黄光玉要高啊 是吧 现在也找不出这文化的很难找到了啊 人家当时是千八块钱啊 我们很多人投普拉斯托克能百十来万的啊 还上千万的就茶饭不思的 你跟这比一比真是 连说笑话的资格都没有啊 连被笑话的资格都没有 因为云云众生都是像你一样的 碰到一点挫折啊 被别人说这说那了啊 就坐不住了熬不住了 那就注定了你是一个普通人 一个韭菜 他的世界都是熬出来的啊 叫什么未经清平难做人啊 什么老天真啊 有句话 那是真广上是讲的 那么为什么呃 我们非常淡定的看待这个 plusb的动静呢啊 一个是他一直啊 从理论上没有一个人傻到要套现 不在高位套现 第一第一位套现的对不对 他不在六二八那时候套就套了 那时候全世界都知道他要跑路 顺波下流就跑了 对不对 那时候一万两千多的比特币啊 那个以太坊的三百多美金呢 现在以太坊都掉了三分之一了 又那个什么 柚子当时是八点四几美金 现在两两五美金啊 跑什么跑 不吃亏吗 这是一个再一个 这一年多他也没有任何一笔 证明他是套现的记录 而这些所谓的数据监测公司 他都可以查到的 他就他就说你跑路 他后面的后面的故事 他从来不跟你讲 只字不提啊 就是那种不良职业者啊 不良职业者嘛 记者记者嘛啊 就干的活的啊 不要脸啊 我们不计较啊 我们无视这种不良媒体的存在啊 那么第三个确凿的理由 就是说啊 他幕后有像Tim Jepp这样的原教旨主义的数字货币信仰 信仰者啊 你看一下这个Tim Jepp在网上有很多他的资料啊 他可以就说是B圈的马斯克啊 他跟艾伦马斯克也共同创办个企业啊 从事高科技创新的一个风险投资家啊 他对比特币的未来的认识啊 什么的啊 大家都可以看一下啊 也就是说在他手里 币就是一切啊 币比美金啊 比黄金啊 比人民币都要值钱 所以他是不可能把它卖掉的啊 这个币会一直放在那啊 当然放在那 现在通过普拉索根这种吸币大法 已经吸成一个怪兽啊 一个科技家怪物了 对不对 一个杀人魔王了 是不是啊 放心好了啊 我们期待着啊 7月2号 我们期待他们透露部分的大家认可的真相 但也有可能啊 我们一无所知 也有可能啊 整个变成另外一个样子 有人传说会以东方城定案 我对此表示怀疑 因为这个好像如果是定成中方城 这就好像是专门要整你承波了 那你爬说 你总要有个交代 是不是 你堂堂大天朝的普快 呼的一下从前而降 呼的一下一网打进 呼的一下送回来啊 那飞机送的时候还全世界报道啊 每个人都正面照啊 身份信息全部泄露在网上 然后现在不聊聊志吗 不可能的啊 一定会给吃瓜群众一个交代啊 我们这个交代是他的把自己制造的笑话也得说圆了 哎 不起求他能 炮制出一个神话来 但是他是要有台阶下的 哎 总而言之啊 在这个时刻 我们最好的姿态 还是安静的做一个吃瓜群众 好不好 一切都会好起来啊 只会好起来 大家放心啊 安心等待 好 再次 向所有的朋友啊 致以节日的问候啊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